大公報 獨立委會查牆遠眼前先要找原因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2社評就啟程 引發的公屋食水含原量超標問題 特首兩振英昨日宣布成立一個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 並將由一位法官出任委員會的主席就有關事態 成立一個由法官主持的獨立委員會展開調查 以示一項無可避免的做法 眼前沿水事件已由一個屋H急速擴展至全港 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而各大政黨則乘機紛紛抽水 事態以非運房局或房屋處、水務處所能應付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特別是由法官主導 最少可以讓什麼自己查自己之類的說法指於自者 事實是,在食水含原量超標這樣一種涉及千家萬戶 可能人人有份的大範圍社會事件中 先把人心穩住是十分重要的 否則,以我傳我,杯弓蛇影 只會令事態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眼前,面對年底區議會選舉 大小政黨當然都不會放過這一個為民請命的機會 但政黨在採援黃民彈章 彼時也要多問一下社會責任感才好 不過,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立好事好聊 卻也會有源水難救近火之餘 根據政府宣布 委員會職權有三 一約裁定事件成因 二約檢視技術標準與監管制度 三約提出今後防範建議 大眼前市民最敢關注的 是自家水龍頭流出來的食水含原量到底有沒有超標 喝了下去對身體健康是否有海 這些問題顯然不是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立乾見影 馬上解決的 因此,從現階段來說 盡快找出源水的源頭 仍是關鍵之所在 只有真正弄清了源從何內 市民才會安心和放心 而從連日市泰和專家械獨看來 相關工程公司何標記使用違反合約規定的含原含料來含接水管 而且由於用量過大或工藝欠佳等原因 令到緣分滲入到了水管的內壁 如此便形成了源水的出現 而除了啟程 H.外,2013年同期及之後環有大約10個屋H.的水母工程師 又何標記成辦的 而根據池牌水喉像林苗透露 這些工程用的都是同一類汗料 假如有關訊息屬實無誤 那麼,眼前源水問題 應該已經有一個大概的範圍可以去追查 那麼,房屋處和水母處當務之急 就是要儘快完成這一部分屋H.水管含料及食水含原量的化驗工作 越早得出明確答案越好 當然,正如有關部門指出 化驗食水含原量包括採集水養本的時間、地點、水量以及進行化驗 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 不是隨便領開水龍頭 用個膠瓶在一瓶水就可以化驗 而目前水母處只有沙田雷水廠一個實驗室可以進行水養含原量的化驗 所以進度快不了,如果事實確是如此 那麼,只有沙田雷水廠一間化驗室可以操作的局面必須立即改變 事實是,全港有八家大學 還有眾多公司營醫院和化驗所 在此全港市民陷入原坊的嚴峻時刻 為什麼不可以暫時分擔部分化驗食水含原量的工作 為什麼非要由沙田雷水廠一家來組 如果啟程等十條屋的水釀管化驗能夠早日有結果 不論結果如何,對澄清事實真相 緩減恐慌情緒都會有一定的作用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廣,即拳帶 可說任總而導演,眼前,相關部門和專責小組的驗水工作絕不能鬆懈 更要駕駛進行才士 更要駕駛進行才士 再次追求